猜股署今天公布 去年最後一個月12月份的樓價指數 輕微跌了0.28% 反映了當時一些好淡因素的拉扯 包括當時傳出快要通關消息 不過同期11月底也傳出 美國會收水及即將加息 當時變種病毒 Omicron開始在歐美爆發 好淡因素拉扯之下 令到去年12月樓價輕微回落 去年第四季樓價已經連跌了3個月 不過全年計樓價仍累積3.3% 而且連續13年來錄得升幅 如果計算13年來計 樓價累積升幅更高達2.7倍 至於展望未來 今年1、2月甚至第一季 因為Omicron殺到香港 變種病毒每天確診中數也增加 所以我們估計1月份 樓價會再跌0.8% 升幅更多 2月份因為再有農曆新年的淡季因素 跌幅更加會擴大到1% 亦反映最近一個星期 Omicron變種病毒每天確診 都有超過100宗的情況 不過後市我們相對不會太悲觀 相信Omicron殺傷力不大 市場調息之後 如果之後疫情放活 再加上有通關效應 令到爆發力更加上升 樓市在第二季和下半年 就會隨隨回升 我們暫時保守估計 至少都可以升5% 甚至樂觀點升一成 今天就說到 3月4日 震驚 1月4日 1月5日 4日 2日 1日